我這邊環境應該是比較單純的 所以我應該RUN 我現在亂亂看 如果我RUN應該剛剛出現什麼 module not found L 因為我有裝了嘛 所以理論上一RUN應該這個就不會出現錯誤 試試看好了 知心 底下看一下 OK的 而且它會出現說已經儲存到這個檔案裡面去了 OK 那假如說像剛剛有同學的環境 這邊比較特別吧 可能就是你是放C碟啦 還是怎樣 因為我這台電腦是放D碟就沒事 如果你是放C碟的話 那有事怎麼辦 沒關係 換一個方法安裝 那我可以先做一件事 如果我要把剛剛那個PIP 比如說我要把這個模組移除的話很簡單 Uninstall就可以了 那你其實Uninstall不用選 沒關係 應該 應該不會沒事要把它Uninstall吧 應該install比較重要 可是如果遇到狀況 你要把它Uninstall的話 那就是 在install前面加un就可以了 然後open 什麼openpy excel 那就把它移掉了 那為了說讓各位可以理解 我就先 把它先移掉好了 把它yes 我已經把它移除掉了 那如果要裝的話 第一個方法不OK的話 那請各位記得第二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就是說 我們剛剛是先進到那個 Python 386的script裡面 那請你在往上一層 就是進到Python 386就好了 也就這個時候呢 我不是直接呼叫PIP這個程式 而是利用Python這個程式 再去呼叫我跟目錄底下的那個PIP 就絕對是正確的 也就是我強制我跟他講說 就是我這個目錄底下的那個PIP 不要去找別的啦 就在這裡 只是指令怎麼下喔 所以一請你先上一層對不對 然後二的話呢 一樣上面點一下打cmd 然後enter 那指令的話呢 後面一樣 但前面多兩個字 兩個敘述 一個是python 然後後面的參數是1-m 有點像是我強制指定哪一個 然後後面空一格 一樣就打pip 然後install 後面都一樣 然後open pyxl 好這樣ok了 enter 那這個方式 等一下 啊打錯字 install 少打s open pyxl 不是se喔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 保證就正確了 這個方法 比較適合怎麼樣 如果你的環境喔 有多個版本 像可能有同學 裝了python的版本 然後又裝anaconda的版本 然後又裝了什麼 Visual Studio版本 又裝 結果他最後不知道 到底要裝哪個版本 結果你下指令 他就幫你裝到另外一個版本去 之前常常有同學就是遇到這個 那如果你用這個方法 是絕對不會有問題 他會強制裝在你現在用的這個版本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要裝在 你anaconda 你就是要開anaconda的根木屋底下的那個地方 一樣可以裝在anaconda底下去的 好 那裝完之後的話 打開應該就ok可以run 所以第一個 我們可以再run就會出現成功 應該理論上這樣應該ok吧 執行一下 就不會錯了 然後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看根木屋底下有沒有那個 我這邊存檔的名稱叫rance.xlsx 你可以到你的那個城市的根木屋裡面看一下 有沒有這個檔案呢 有的話直接打開來看一下 那會不會有我們的 剛剛上面看到的這些資料呢 有了有沒有 這些資料 有沒有 就是 在哪邊呢 在我們這邊的資料 這邊的資料有沒有 就會放到這邊來了 就是這些data有沒有 就會被放到excel裡面了 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 外面這個中國阿弧 其實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範圍的開始 尾巴一定也會結束的中瓜弧有沒有 那就是這個頭跟這個尾 那它裡面一樣有個中瓜弧 這一列有沒有 前面一樣有個中瓜弧 尾巴一定有個中瓜弧 第二列就是後面的第二列痘點 反正這個中葉一定後面有個痘點 然後第二個中瓜弧 有沒有 然後痘點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二維串列 ok 那一個二維串列 所以就會形成一個試算表的一個表格 所以這很重要 因為以後如果你假設 要把它輸出到這個excel的話 那可怕第一件事 你要先建立一個二維的這個串列 然後呢 最後呢 只要怎麼樣 把這個串列逐一的append到 這個worksheet裡面 有沒有 那就ok了 所以喔 以這個範例請各位試試看 那如果我希望喔 改一下 ok 所以我講過啦 因為 其實那個什麼 Charge V它會給你 接近的程式嘛 但是有的時候不完全一模一樣 那怎麼辦 恐怕你要 至少要懂得變化 所以喔 請各位試試看 想想看喔 把剛剛我們的那一段 有沒有 只取姓名跟手機 然後前十列的資料 如何透過這個範例 把它改成存成excel 喔 這很重要喔 如果你有這個能力的話 喔 那以後Charge V對你來說 應該是蠻好用的 為什麼 因為Charge V都會幫你 產生你要的那個 類似一個sample code 那sample code的話呢 你再把它加過去就ok 所以呢 待會兒第一件最難的 就是如果變出這個二維串 所以其實你們不用急著先存檔 你們只要先確認喔 你有沒有辦法做出這個二維串列 如果二維串列做得出來的話 那後面其實就簡單了 因為把二維串列的資料 再丟到那個我們程式裡面 它就可以run成功了 這個我想請各位試試看好了喔 這個這個光卡如果過了去 那以後儲存那個excel的部分就簡單了 那當然你說 OK嗎 然後後面的話其實喔 使用那個資料庫也好 或excel 其實最常被使用到的功能 不外乎就是 什麼 讀取嘛 讀取 寫錄啦 寫錄先 然後再讀取 比如寫進去之後 我要再把它讀回來 可以跟python溝通嘛 雙向的 可以寫出去存excel檔 也可以外部把excel檔的資料 再抓到python裡面來 兩邊都可以同時做存取 然後再來的話其實還有什麼需求 也許還可以怎麼樣 還可以刪掉某些資料 比如說你常常可能有需要說 我希望呢 把檔案讀進來之後 刪掉某些檔 然後甚至是修改 所以其實一般常會用到就是寫跟讀 讀寫是最常會用到的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刪除檔 刪除資料跟修改資料 如果這些都會的話 那其實應該在應用那個excel 我想就大部分就基本足夠了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如何利用這個範本 加到剛剛的程式下方 試試看好了 所以剛剛那一段程式碼 其實剛剛那段程式碼上面這邊也有啦 其實我是直接拿這邊 第11頁有沒有這一段 那只是說因為根目底下 你一定要有這個member.tst 如果有的話 那就可以直接輸出 跟這一樣應該是 我剛剛的 我剛剛寫的是應該csv是這個 應該是第10頁的地方 將結果存為報表 那如果我想要把這三行 改成Excel的話 那請各位試試看 用OpenPy 做試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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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